Hello 又到這個決戰中午的時間 今晚養妞要請病假 但另外有一位神經病的嘉賓會來 耳症人士 惡事就坐在這裏 為什麼特朗普今晚要上來呢 因為上次有話題 尿了一條筋就被解鎖了 施政報告今次終於有講醫療的關鍵 都挺長的一篇 他說幾十年前已經開始做的 的確是的 他做的在醫療系統當時的文章 本身在他的財政方面看了很久 特地問馮博士 這個冷門只要笑很多冷門 但對大家有大影響 我只是關心車費減多少 不明顯 還要400元以上才給我 我發現大家拗錯目標 真真正正香港有很多力連沉電網的問題 未解決 有矛盾未解決 其中有醫療的問題 所以我找個馮博士 特地說兩句 說得有專家 怎樣看 怎樣看 看上去其實都挺政治行頭的 我看了第一段就讚 其實就是暗鏈點名讚 民主黨在葵青區 打過地區醫療事件 有很多區 你知 梁振英的一役之後 就被噴水池 被匪尾環彩 有很多區醫院做過一些實事 就是葵青區 做了一些 民主黨的理判 對 林鄭這件事 我想那群民主 那群白鴿都笑了 很溫馨的 沒有點名稱讚 但很明顯是在讚你 這是政治 和諧 沒有和諧 是不是出去和風一回事 有什麼值得留意 才不是整區和諧 就是之前他怎樣說 就是這個 在這個試行計劃 就說他要推展到其他的各區 那裡做了什麼 就是給一些叫做地區的診訪 community clinic 因為大家知道 香港的醫療問題 其實集中了在醫院的處處 是東營私營失衡 第一個就是東營私營失衡 就是有什麼鬼的囚魂失聯 湧光公園醫院急性失敗 是 尤其是在一些體源 就是轉幅 你說老實說 如果在 老實說一般 如果說基層 其實香港 你說GP 即是general condition 就是說 看傷空感染 普通科醫生其實是不缺的 基本上競爭存在 一般人的東西一看一看 問題就是 你如果要看一個專科 其實就問題大一點 至少你出去現在都 500元一次差不多 一來 一般基層而已 其實基本上 你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你怎麼說不說 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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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事實上 工營也承擔了一個相當大部分 如果說主病是九成 不成比例 完全不成比例 很重 而那個所謂那個專科蒙診 其實都是 他承擔了一個很大的部分 因為你窮人是沒有威脱的 啊 不好意思 拐片 拐片拐片 就是已經是被人監獄了 剛才講到的話題 公司營業失衡 OK 發言之下 裴青殺出這個儀素 還有這個民主黨 他那個公司營業失衡之餘 其實是所謂 基層醫療 和所謂 專科醫療的角裂 這是老問題 其實那個原因是 專科工業不足 其實是 那些病 其實你會發現 香港人的求診的行為 跟外交差很遠 如果譬如說 我們講的老家 NHS 其實在戰後建立成一個NHS 他已經是將一個 所謂承花的制度 GDP是已經把它普及流行 近似他們叫做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 社經醫生其實是政府給你錢 而你要進到NHS的醫院 看專科 其實是要有個referral 即是說他做一個所謂機械 即是先過一關 即是被社區避難 有你無你直接走進去看 那他這個分謀的經濟 對 但香港講了很久 香港其實 對 沒錯 其實他開頭 靖民地政府開頭建立這件事是有心 有心 有心 但他第一件事首先做 就是做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所謂入院治療 即是專科入院治療 但他一直怎樣 香港的醫療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 可以維持一百分之五 就是這個治療 其實在意發達國家來說 不可思議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將這個基層醫療 即是說將你自己頂不住 基本上 大家OK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是我們習慣了的東西 意思是上去 有一樣東西可以留到港影的手勢 如果你看回當年 英國人在公共屋邨 甚至居外也好 沒有領匯之前 其實他那個所謂商場的佈置 永遠是會留在某個位置 是給你做診所的 講明這個 即是他永遠有一個所謂社區設計的概念 而社區設計的概念 必定包含了基本醫療的設施 診所 所以變成其實 以前是很街坊的 有時候 頭人生氣真的會去檢診所 才會 冷靜 在推行六、七十年 開始將所謂的 會員 因為沒有錢而得不到適切的治療 這個原則 其實就是抄襲我 不過他就很明顯是抄襲了一本 又不抄襲 受到醫療照顧是基本人權 但是他的手實 理論上也會形成抄襲 因為公立醫院都仍然有一個公立公營 公共的成績 GP也是有 所以理論上 知道你有時間去排隊的話 你也不會得不到適切的治療 所以他很取巧地抄襲了NHS 但人都知道大部分香港人 如果看這個所謂普通科 其實是去了你樓下 就算你家處你都會去樓下 樓下坐在走近 所以這個是港英的手勢 為何可以將那個 醫療那個開支可以抄襲 這麼重要呢 他給了市場經驗 他將來有一個前設 就是政府不是不干預市場 即是說他通過你那個規劃 是干預市場 他永遠遇到你公共的屋邨 是會有醫療診所在的 你不要讓人去改過 他要的 他不是做得到商場 所以我們看回整個報告 即是港英時代 其實在這個財政 基本上是體重成反的 最初是草創階段 其實他的手實 我有多少錢 我還會逐漸擴張 其實當時搞醫管局 他就是想將一些東西 比較有系統做得好些 其實他有這個心想做 但如果大家知道 其實醫管局那個 開頭有一份叫做 就是市角報告 其實他有很多建議 他沒有得到的 他基本上處理了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他是政府 資助了很多例如那些東話 當時不是政府 不是完全是政府意義的 要做社會 其實是私營的 其實是市政 就是這樣去經營 當時是主要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想全部納入一個所謂公營系 然後大營 當然增加了投資 明白到基本上 香港的醫療 在那段時間 其實是有一個 真厚了很多 但問題就是去到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 有一個發財報告 董先生在 董先生在 冷靜著 董先生就當時 為我們籌貌這個未來 覺得這個 是看口問題的 很想做好事 很想做好事 當時就是很激進 這些殺局建議 就是說錢 應該被人完全廢 如果醫管局去 這樣就這樣 當然當然當然反對 但其實當時 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看法 其實我猜正式政策文件 確認需要將基層醫療 就是我們平時看傷風感冒 那一層和referral 那一層結合我們醫療 醫院的體系 要一體化去做 其實正式確立 應該是哈佛報告 已經確立了想做這些 但很明顯 當日的氣氛很差 結果要搞這麼久 又搞了20年 回歸20周年 九七到現在 都是搞不到的 政府其實一直 我想他都一直強調 他覺得過分角裂 過分角裂的意思是 你一般人走進去看傷風感冒 就先看醫療照 在樓下的健康醫生 那我有什麼病 其實很少經過他 我有問題 我覺得我有問題 我直接走進去 沒有經過 英國那一套 就是你一定經過社區的醫療系統 過濾了 先過濾了 即是說過濾了 是要建議你去公營系統 你才可以開公營系統的門 其實醫療 私營的社區醫院 或者社區診所 其實是幫政府分流 分流 那些資源 不會側到一邊 當然理論上還有個及早發現 其實沒有一體化的問題 就是醫院其實是很不二的 如果一看醫療 發覺有個說法 就是大部分的疾病 是可以不一樣不一樣的 我也是相同的沒有 是相同的 其實醫科專門的發展是這樣的 會越專越小的 大家都知道很多專門 醫療就是這樣的 如果長期是以醫院為中心的醫療 其實有種傾向的 其實不需要看專科的 你必須找到專科 其實你說這件事 界線之間是怎樣的 其實一般理解是沒有錯的 一般人我覺得 他的直覺都不會錯得他 的而且中間有很多諾特科 我給我一個例子 我之前沒有和他提到 我和他提到 他轉了公司的醫療保險 差了之後 因為有多了 以前我看到他什麼都會看的 基本上爆發的保險 然後轉了另一間公司 差了一點之後 就下空了 不如試一下醫管局的供應 生了一個小倉 結果發現原來很快就排到 我們香港仔的牌 竟然 他請了半天病假 他去香港 竟然 接著 查了少許藥股 會沒事 正常 如果他本身有一個醫療保險 就是以前馬上去看專科 中環看完 就有八百元左右 其實這類型的浪費 是可以避免的 正常 就是 三瘡互查的查文貴 他查完之後 按道理 如果他沒有明顯即時的需要 查了一些基本手勢 搞定了你 有需要再進入醫療保險 應該是這樣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成本的敏感度 不需要考慮成本 不需要考慮成本 他沒有可能要求你一定要有GP的補助 才行進來 也不需要 即是不需要有經專家審核 我們就直接踩進去 直接踩進去 直接踩進去 那一看法之後 其實本身別人做就是至下而上 但是香港有沒有這個制度的建設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做到 所以我就很想到 到底他後來做了很古怪的 例如醫療券 醫療券 想做想穿起他 我想說 他不是說莫習放狗逼你分流 他是叫你給經濟有因等 你自己去分流 但是補助你在基層醫療去做 現在我猜他就走回轉 他就自上眉下 就在醫院那裏 將本身不需要留意的病人 或者跟進的個案 扔掉給你那些基層醫療 方向應該會 今次施政報告 讚民主黨的這件事 這件事先檢查 他裏面應該是有一些社區陳述 例如有些 即所謂Nursing 給一些老人家 可能有些專科 或是暫色的 那些病人其實不用嚇嚇到 不嚇嚇到這裏 而他有區議會的錢 是 那件事先洗髮 詳情可能不遲些要捉回 提昭區那些乳鴿來問問 這件事做得到 這件事林鄭就贊了他 很明顯是和空的一部分 但的確他給他一個很大的 政治宣傳價值 宣傳價值一回事 但可以利用價值也好 做到事 做到事 就等於肯定了他 不止這麼簡單 肯定一回事 最過癮的是 刮了其他人的巴 其他都要的 等於說你做甚麼走去 好過你做噴泉 做甚麼就去發光 發光的任何 要做實際的事 與其做這些所謂報警版的事 不實際的事 是不需要的 可能那個工程費用一半 自己下樓也不行 永遠都是這樣 但怎樣做 遲清區做了事 就是將這個一億的社區經費 真的做了幫助人家分流 去了社區的層所 我多說一些 例如在英國 甚麼為之 以基層醫療做了主導 因為所謂的第一點 接觸是基層 就是你的GP 知道你所有病死 然後再決定 還有一個很有趣 英國的手勢 就是他已經做了一件事 就是有購買服務的功能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在英國的基層醫療主導 他不僅僅很重要的權力給了他 就是他可以決定 因為他的集體 其實理論上 英國的病癌是有得選擇的 就是基層醫療去選擇後患不同醫院的功能 就是說 其實他有一種競爭壓力 他其實將那個競爭的壓力 就放在一些醫院那裡 其實基層醫療的組織 譬如說一個社區有10萬 可能有一群的普通科學供應商 就是全醫生來的 其實他們會進行一個決定 譬如說醫院他覺得不正 他可以不選你 其實他叫Internal Market 即是內部市場 就是由大徐宇夫人可以做 然後工黨繼承了 沒有東西拿出來 沒有東西拿出來 其實他一直在發展 當然其實他那個市場 要說他去到每個人 就是等於有錢在身 都是有過這幫專業人士去幫你出頭 但其實地位已經相差很遠 因為在那裡其實那個 GP和香港的地位相差很遠 因為你要去做到一個 去影響到你的資源分裂 是的 病人去哪裏等他簽署 還有錢 你錢的病人可以做的 就是這樣 還可以不單止說refer你去哪裏 我還有得到 理論上 理論上可以不要你的服務 就是不refer你病人去那裏 所以其實這個主導權 其實入手位已經嘗試轉移了去醫院 因為醫院以專科為本 其實他的傾向就是 沒有需要專科的病人 其實成本是很貴的 所以其實是有一種成本的考慮 第二就是說 早在社區發言 然後整個流程在那裏開始 所以其實人家整個制度性的建設是強很多 一開始之後就已經這樣做了 現在香港沒有這種制度性的基礎 那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以前我們都在醫學界的政策方面工作 其實當年醫生說 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那邊的GP就是GP 你要開一個GP 他的資格其實都要經過一個 十萬個性 他會再是另一個要進心的 不是說香港有種感覺就是 你做不到一個專科 你做不到一個專科 那地質上是很自然的一個專業 做一個社區 所以也都因為 做到那個 要扣買很多防禦 或者那個專業進修 或者是其他民進修 其他護助醫療的事 他都開始放到基層那裏做 也是林鄭想做的事 但是我提醒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這麼強烈呢 因為他做了很多制度的配套 不是你今天就這樣講 不是說有見是眼見 要有很久 因為始終他有一個購買 購買其實在他那裏 所以其實他也可以去統籌 所謂其他社區的支援 例如老人家需要 social care 或者其他東西 其實是有一些制度 去令到他們一起 另一個英國制度 可愛的地方 因為社區的圍盤 利物監 就是說你不需要 那些東西 你那個地方有什麼特色 例如說人口比較老化 或者是某一些環境的因素 令到某些接近能力 容易出現了 此類 但是在那個情況下 你的社區 你的council 你的council 就是你的地區的議會 今天根據自己的社區的特別條件 來制定他自己的應變措施 例如說小朋友特別多 某些人就容易出現 一開學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說 當然大家提出了一件好事 我覺得他也踏出了一步 其實梁振英也說 不過就是講 因為始終你要去 其實是一個政治過程 因為其實我不是說醫生界很容易 很正常的運作方式 一直是圍著醫院走 你要改變這件事 其實是要一個政治力量去做 就是到位的那個少月 就是說其實以前 為什麼這麼愚蠢的公司 認識不認識行呢 最應貫是哪一個人說的那句話 大家可能都發脫了 就是記不記得那時候 這個老董 說了這個亞生羊的那個人 說出來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局長 在他的時候 說了一個很過人的說話 跟公私營的那個競爭也好 實在是 希望明天 他說的最有名的說話就是 有必要的人說 我可以搶你這身 可以搶你這身 可以搶你這身 他可以用公園去搶你私營的方法 也就是說 我睡醒了明天就沒有了 忘了去老赤這樣說 那位是楊先生 他真的是寸爆的 後來沙士他正常死了 他叫人撲他 裡面撲他 是人撲他 他寸爆 他寸爆就是 因為他從上而下 就是所謂威權 那個概念 就是老董團完全配合了 就是由上而下 通過醫管的那個強勢 逼你的私營去參與 他的系統 所謂一體化 是這樣的一體化 而不是像英國那樣 以社區為本 將那個選擇權 放在社區的前線醫生手上 反過來 所以其實在英國那裏 是有眾多的制度配套 我暫時感覺到 現在香港的制度 只能夠做到的就是 制度分流 就是基層醫療 各融資各方面 其實他的基礎已經是 我們香港也沒有這個 因為那裏過癮的地方 就是他不跟既往的關卡彈 他用了政府給他的一億 去以區議會主動介入 引導你的資源崩潰 那其實 somehow 就是提醒大家 一件事 真的 雨鴿今次做得對 讚他故之言 但其他區議會 為何做不到呢 就是因為 正確有這件事 區議會本身的政治取向 這件事 這個好食問題 如果你的區議員選出來 全部都寫得是頂種的話 你自然就會 這不簡單 一字 你明白解 也就是區議會本身的政治 平時的港珠就經常說 我不是說政治的 就經常說 區議會是說民生問題 又不是說政治的 這件事就是 明明是林鄭也樂意到的 就不是賺不賺的問題了 就是蠢的 傻的 都不會看不到的 就是區議會本身是需要有政治取向 而區議會的政治取向 其實是會直接影響到民生 又回到很老的問題了 就是民主和民生有沒有關係 那我相信 大家也明白 大家也明白 這個我坐在那裡 大家聽說 觀眾是不會明白的 那我忍不忍道理 這個案子 那個個案告訴你 即使你表面上看上 沒有什麼所謂政治實權區議會 如果他的政治取向是正確的話 是為解決民生問題 那麼少的資源 那些就已經做到事了 明白嗎 其實他令到一些 其實你想想他 反而 我都沒有 我其實之前遇到那群乳鴿 已經問他想說 問他索料 他去看看他們那些東西 是搞了什麼出來的 那 其實他們 如果 如果 但是我暫時 都是覺得他跟醫管局 醫管局 其實他自己會歡迎 因為 其實 你如果地區有了這些基礎 他做都做得舒服 他可以將一些相對病情 沒有那麼複雜的 但是這件事情 有一個矛盾 心理上的政治取向 心理上的政治取向 什麼加科呢 就是醫管局 本身的政治取向 大家常常都沒有留意 因為假如 你說那個購買權 他一定第一制這件事情 如果你那個施政權 原來不在他自己手上 不行董建華那一隻 不行董建華那一隻 梁振兵那一隻從上而下的 他制不制 我猜未去到這個 我想和我 但問題亦當若然指上 不只當推理這件事情 他都未去到這個規模 我猜他也是 逐步逐步擴大 對 有視點 做到 他現在 他一推到18區 就已經開了頭 向著這個方向 下一步就是 一個問題就是 始終香港未建立到 所謂那個 那個轉介 那個制度 也都很難要求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習慣 過往一些 其他人 第二件事就是 正如你所說 以前那個法制上 都沒有要求這件事情 而NHS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大改變 就是幾十年前 確立了法制基礎 不是說你自己共識這麼簡單 根本是認識問題 也不是你有因這麼簡單 那個醫療系統 一早已經在關鍵的位置 立了一個客觀的法律 做了事的 而那個法律是分配了權力 去了社區醫療系統 而社區醫療系統 是可以決定 是否轉介病人的成本 給你的中英醫療系統 去到 所以有得選 是很明顯 去了戴卓爾夫人 那段時間才確立 但是再之前 其實是有了 他的基礎 他的基礎 到了想做的時候 就是用一個市場力量 以四形下 去做成功地 將主導權有 從醫院去拿回 那你公司又不是不實行 那就不簡單 譬如說 英國基本上 除非一些很有錢的 其實我認為很多是看NHS 正常 因為他包起來了 你沒有理由去 你說在倫敦那些 有些去知名人有的 但是其餘那些 一般的服務都不是差 一般 NHS 如果你問我 我的感覺就是 香港的效率是高角度 所以我所說的效率 是多快好賺的 不是Quality 我不是說Quality Quality是另計的 因為香港的流水性 就已經不習慣了 所以香港的效率 就是 somehow 是一種畸形效的變化 你需不需要這樣煩 這是很好的問題 之前《鏗槍集》 都做了王毅 啊 是假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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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說施政報告 所以我不能夠忽然政治 你真是奴才 你吐開他 你吐開他 他想你吐 他想你吐 你記住他主角的貓 我們三個陪陪他 我是奴才 只要挑夫成為 好 好 試試試看 那隻貓對他苦事甘甘 他比較害怕 對著敏感奴隙 肚腩 隻貓檢查過 是不需要來的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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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個愛 咦 隻貓發現了你 沒看到你 我說了他 看著他 張賊你遲到 壽司當的邪法 你拍到 很害怕 很害怕 日式情文 剛剛我們自己開了麥克風 是說醫療運 一施政部他喜歡提到這件事 是 然後讚百家 不讚 他沒有學會 你借你 等於他們講完 都說 公司仍醫療失行 這次太有技術 所以很冷 大家沒有留意 但是不是有做事 所以不是有事 沒有東西看 千萬不要大家集中 火力只是說 車船津貼 這些不得了的事 大哥 那個措施就算了 張先生 你剛才我們說過一件事 公司仍然不失行 那一刻的 到底會不會 林鄭亞和 添陣醫管的集團資 如果真的強勢的話 另一件事 就連到你講了 你留意到 施政部裡面的過癮 不算冷酷 但是你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其實老實講 整個施政部局 他做好這個期望管理 就是 越少期望越好 所以整個施政部局 我覺得這麼大 很大驚喜 很大 就是手指 手指 我覺得他推了一千個 很少 手指 他不讓市場 你知道 市場呢 最初是因為他推這個施政部 不停升 你看到這個 什麼行機啊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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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本來打算實成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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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这个不要怪的 这个不要怪的 从来都是那个储备 就是同一件事 所以那个问题就是 刚刚讲到公私营的问题 它连公营还是私营 整个走向 你看整份东西很不清楚 有些应该公公的私营 即是合营那个 你找社联去搞那个 当然可以 你又不用自己去找他去搞 你叫社联搞什么都可以 这些东西是公私不斌的 你为什么社联没有 变成了发展商 你一家社会服务机构 上次讲的劏房 什么 限制 什么时候上市 什么时候社联都很上市 社联交为房 就是比较有趣 这个问题就是很有趣 现在公私营的问题 某些位置上面 他当然觉得公私营要平衡 例如说到公营医院那些问题 你见过昨天这期 亨出一集都说过公营医生 压力太大的问题 他们说医委会 即使医委会的改革 我都觉得某程度是为了 让医生进来做准备 我想说一下 看他是不是真的捆绑 他有一个手势 就是说总之外让了 即是说选举委员和业界外人士的比例 依然维持本本 陈佩然医学界的代表 其实我已经收货了 但问题 对于这件事 当然收货 你问我自己公运的评论 真是一步 但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这件事是不是继续捆 你下次上立法会 你是不是继续捆 还有其他改革 是否仍然放在一起做呢 你单是这件事 我觉得是过猛 你能不能先固定这件事 我不知道 但这件事 因为他未有立法具体的东西 他有新的抛弱idea 之前有过了病人 医学界 三方平台 基本上他说这就是他们的公式 出来了 但问题是 当然医学界最反对的 本身都是医委会组成的问题 但其实当时另一个问题 就是 所谓的有限度注册质源 就是引入外地医生的问题 如果你继续将两件事做粉绑 你让这一步 可能医生也是反对的 我觉得他 原本想让药行罗 是的 他就说 我感觉听下去 他没有说 也好像没有电影 你就过去了 是不是呢 你那个 那个 他就想换那个 有限度注册 想换去 现在是做一年的 就是说 什么叫有限度注册呢 我们就说 所谓 你没有经过考试的 是特别批准的一种情况 就是 你可以进来香港执业一年 是医委会批准的 那么 那个问题就是 因为这个是医委会投票 是没有考试的 是没有 他说什么人都可以的 是医委会 投票就可以给他 所以当日 其实他那个政府 被拘捕了 那个草案 其实他说明 是要 改组医委会造成 是想变利的改革 嗯 那我不知道他现在 如果你说 就是说 原本 政府他想 医学界里面 他多了两个选举委员 他另外政府也有 自己的委任的人 就是他改组完之后 就说 依然有些外界声音 加到他 但是那个比例没有变化 上次被人不骂 梁振英被人骂是什么呢 就是你以这个为名 实际上破坏了平衡 是啊 你摆明是借机的 这样做的 那然后就用 民主为名 是啊 是啊 但是你说 如果已经让了道 比例没有变化 最重要的比例 以后最重要的比例 是的 比例没有变化 其实你看一些 但是主要的 主要的头面人们 其实已经 你见过声气 都没有反对的 嗯 但是我就提出一个问题 到底这件事会不会 依然像上次那样 是一起去粉磅消失呢 嗯 是的 是的 因为你讲的 一年转三年那里 会有些问题 因为呢 你现在的有限度注册 其实是 有些人说 不解 就是说 医生进来是没有办法的 我会变医生 其实不是 当然他们说 那个考试是很难考 这是两个问题 首先解答了 第一 其实考试的问题 是很清楚 其实是哪些医生 考不到呢 大家要留意 是很清楚的 即是某些 不是以英语为主的 国家医生 其实我在去英国之前 之前 还在医学界政策方面 我当时就问 其实我们已经问了医委会 拿过数据 是的 分开是英联邦国家的合法 或计算了 英联邦合法是五六成以上的 英联邦的教育制度 在医学来说 是一样的 而我当时计算已经很客气 我没有禁止任何 任何你们会觉得 可能相对落后的英联邦国家 我没有的 我计算了都五六成 我计算了 我计算了 我没有计算了 这个逻辑很简单 因为教育制度本身 是否跟香港的教育制度合不合 如果你两个教育制度 都是相符合的 你能够赔出人才是相符合的 所以最后整个 最难的 考证证证 他说只有百分之十的合法 那是怎么来的 是否清楚 因为一个主要的 考生的来源 那个国家 是很低的 某个国家 是可以将它五六十 变成百分之十的 你想想 所以这个问题 由头到尾 都不是香港 特别刁难 英联邦国家 反而好像成哥说 就是有能力的人不来做 没有能力的人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 老实说 如果我们说 你吸纳一些英联邦国家 你英国而为例 如果你有公立医院 那人家在做多少个小时 一个来自行的 所以回到一个老问题 就是公司失衡的 是影响深远的 大家不要以为这么少一件事 包括了令到你的公营医院的环境 是难以忍受 于是乎有些有能力的人 就不想来 不想来 这件事 这件事 不要只听鱼 就是错误引导 你看到现在急证室医院那些 做的那些是最惨的 后时间最长 公司最长 那些人找不到人是正常的 你一天提高待遇 那你不提高待遇 或者改善整个人手 其实很难 英国那个系统 就是分谋做得很不好的问题 如果以前好像他们那样 后面医院那个主导 做不到分谋 就怪什么人 虽然你说今次的医疗政策 不是真的做了很多东西 你说 他说会付钱的 他说我都明白他会付钱 他付钱就是同时间要你折留 最麻烦的就是 他一面就说 你这一面就要欠费钱 因为我给你更多的钱 我给你更多的钱 我给你更多的钱 我预计你不是更多的 我预计你不是更多的 我预计你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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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最麻烦 就是同时告诉你 就是加盘数下去 不是少女藏刀 最后他会有更多的钱 我先说一件事 其实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在这里 就是说将会根据 第二次的人口结构的电话 可以计算进去的 但是人口 有另一条线 可能是张先生插上去 你人口政策不到你主导 你人口主要增长来源 还是本地 你怎么做人口 就算本地也没有 但问题就是你把握也把握 你没有人口的自主 整天施政报告 人口政策没有说过 主权不在手 没有说过人口政策 所以你根据将来的 人口报告来做政策 听起来就好像合情合理 你一做的时候就回家 假设都迟不迟不迟不迟 最关事的是人财 人财是说输入联工 他大佬啊 你扶入人财的位 就算是在后面 去属其他人居城市 是没有说过人口政策 好像人口政策 不像一个问题的 在政策人财图里面 他不能视它为问题 就算你说青年政策 哦 这是另一个问题 整个部分都是青年发展 就是了 有没有想出银纜丝 有没有招牌打算去自治 你是青年啊 第一就是 那个名字就好在桥口 你认识政策就好地地 现在叫什么呢 叫什么啊 什么政策创新 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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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不觉不觉到低级做很多啊 那种古怪 是什么 创新与统筹 政策创新 你找回他就不够说 那我打算这个 现在事似乎是将 我覺得是有點像中央政策在趕影時期 你居住他,改名就變成居住了 將來的角色會邊緣化他 其實你中央政策 中央政策總相對來就會被人說是智郎 但是這個辦事處,你真是辦事處,是雞翔 聽下去也沒有人來的 清廉政策基本上都是… 沒有人白做 很明顯,你請二、三十個人進去 其實有幾個問題,一定會越來越見到 你要請人,你請哪些人 請什麼人,要請你 我覺得他不會請我 立刻了 第二就是,你請那些人 要聽他們的話,還是那些人要聽人的話呢 政治理言一字 那就是了,你找些人要做正實研究 那就是聽命令,你需要找年輕人做 他們要創新 其實他有些事情還沒有說 創新就是聽命令方法 創新的意思是可以想 創新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說自己的東西 不過我不一定聽,這些是新的東西 還有他之前今天我們聽那個施政部 《無論談》記者就問他 你的團隊在裡面,幫忙蘇B 問他很不平 你說是港鴨的,這個已經搞不定了 林鄭就只回答了他 羅志光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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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如何叫上進行 messing Würачивать 聯 Jonas 幫梁っと Ken zat 就是盧網洞waiden 者是謂諮詢人 那些是諮詢委員會 亦指明有五個 五名 本不不不 West 舞社會 8Ah 放居15% 有幾個委會的青年發展 35歲 青年成員是35歲 青年發展委員會,將來成立的公民教育委員會 再公認法委員會,創新委員會,環境委員會 那些扮殘就可以有,即是先做這個自戰 你應該是涵估那堆章皮的 普通,自治的 我不用自治了,是不是? 不用自治都接不到,多DQ 如果他要找的,為什麼他不找的呢? 就算我不會做這種事,DQ了 其實他叫你自戰,你自戰得上去的那些人 其實都遇上去玩的了,那我欺負你 那我去做的,也不用我去自戰,是不是? 他委任,直接打電話來委任我都可以 他就沒有我的電話,是不是? 你沒有自己表忠,自戰很重要的 你喜歡有表忠的過程,人家才會 潮流興港大獲解,潮流興港大獲解 那大獲解的對象應該是我這些的嘛 你並非統戰對象 不是統戰對象,他就不用玩過了,是不是? 所以你說這些東西,老實說 白座的程度比較大 你看到那個show也不錯 是,那個show也不錯的 不過我們show有點爛的 我覺得玩都爛的 算是這樣的 你忘記了我們的對比對象是什麽事 你跟上座比 你跟上座比 你跟上座比,你怎麽比呢? 起碼100%都假扮給你 你跟上座比,怎麽比呢? 那我都比 大家就習慣糞 大家看到好像有飯吃就好些了 不是,是減的糞量而已 現在就叫你吃少半個 一來一去就多三個 不過我們綜合這樣看 其實就算是防策也好 其實林鄭,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她的向中間派 就是叫做 很明顯的 就算屋子也是 雙生不是中間 雙生不是中間 雙生全是中間 中間 你算不算中間? 廢也不算中間 她針對就算是防策 她都是幫助居屋在上面 3.4至6.8萬 那班人的界定 我相信他們最有難搞事 最有難搞事 他們可能會 如果動員起來 她的界定叫做 青年中產 青年中產 對 如果你政府不拘捕她的話 她會走去 你見到這個 我只是找樓困人而已 最吵的那班 我也是找樓困人 我手字上聽一本 你去找 我覺得 這個政策 其實很不合理 本身就算是一不一仙也好 你吹了很多 都不合理 那班人 就是 年入最頂 32,000 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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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是全港 收入最高 20多 有 有人說了10萬人 10萬人 好 那問題是這堆人 是不是真的捨立政策 去幫 最吵的 但是 最吵的 我覺得這班人 隨時是本身有一點力量 我覺得 我只這樣想 即他們出來吵 其實他們的組織 一旦動員起來 會不會動員一回事 的而且 好像你們的分析沒錯 以社會階級去分析的話 這些叫先進的中產 對 相對有良好處 但問題就是 你先安進了這班先進中產 就要你弄下陣營 不是 一些居屋 我覺得你要留意一個字眼 是重現的 希望 希望有重要 至少你還有機會種 但問題就是 那些樓都貴 假設你安達神 真的去了 你出了一個500套單位 你猜身是500萬 一定是500萬 500萬 你跟私人 你跟私人 一起混合做的 整件事是 500 你跟私樓在 500萬 我當你 是否有貸款 我想問 是否有貸款 是否有貸款 一生四階那些大學生 那些是私人的貸款 但問題就是 你這個政策出來 你幫那些受眾 和你這個政策 根本就是拉不上班 所以我的分析 其實他這個都是很清晰 他根本都 是玩和解 而和解對象 和解對象是誰的問題 最有本事 搞得起事 他就先和解你 是否有貸款 那整個程度 看來你都算是貸和解 是貸和解 是貸和解 因為他是針對 其實如果你用政治角度去看 其實他已經判定了 老實說 這一年基本上 本土派打敗了 現在還有一群害怕的 就是在特首選委 出來那一群 那一群叫做年輕的中產 我覺得反而這件事 是很令當局擔心的 而明顯地你的防策 當然他說 你可以說他給一個希望 你都盡量去 令到你這個階層有些希望 但是為什麼 004社會會 single out這個群體出來 我就覺得是 10萬人而已 10幾萬人而已 我就覺得 在政治上面 是拉攏中間的一個 很密切的信息 等於EY會那裡 都是拉攏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林鄭的界定就是 以前 他的判定就是 你 林鄭英把這些人 踢到他的傻腦 那群人 其實你只要令到他 沒有那麼生氣 他自然歸回到那裡 那就是大和解 其實一恢復前朝 後來向精英 炮彈籃子 很清楚 很明顯 所以 表面上 經常說 大家經常咬一些 什麼車子 專業的錢 是很廢的 我們就會看得很冷門的事情 內行就看得很明顯 例如說 真真正的影響到 公共醫療資源分配的 就是有沒有苗頭在做什麼 第二件事 所謂大和解 是怎樣大和解 哪人想罵一個人 人家有部署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部署 但你這群人家 是否真的理解這件事 是第二件事 對 例如說 我的朋友是經濟 可以可以可以 不可以 經濟的位置 口實說 你說 200萬 頭200萬 你一歲減到8.25% 其實是一個模樣的政策 是嗎 雖然解都說了 一條數 可以看得到的 一間公司賺頭200萬 當成8% 即是16萬 一個月可用蜂蜜蜜蜜 即是想請 不夠交租嗎 不是 一個月 一個工程都請不到 請到 看什麼工程 很勉強 很勉強 你請不到 你不能簽一個聯合 請到FreshCraft 不行 所以基本上 今天商界都朋友吃 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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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少死人了 即是這樣的政策 即是推了出來 我的預想 本身就是 那你 不放鬆小企 為何你不設一千萬 一千萬 其實至少兩級 有三級 我都不所謂 你都是簡單稅制 你只要不要設定 你一直維持低稅制 就很簡單 那你 始終你付錢的位置 你來想 另外就是 你看起來好像 很棒 小企業幫助這麼大 還有 第二件事 就是 另外一個減稅 就是 科研 頭200萬 300%扣稅 其他200%扣稅 就是如何為科研 科研開支 你捐給大學的錢 是不是科研開支 還是你 自己去找一些公司 找一些研究商合作 你自己直接投資 之前科技界 商界 跟你談過這件事 大家都支持扣稅 之前扣稅 就是明目的 問題就是 你現在這樣扣稅 其實沒有人知道你想怎樣 因為你的概念下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今天 楊繼昌沒有出聲 梁繼昌沒有出聲 沒有 梁繼昌 梁繼昌 我以為你想問 超超 那一個 梁繼昌 沒有 照計識計數 沒有 沒有出聲 除了這麼簡單 因為如果你不跟稅有關係 的話 你講到明目的 怎樣都沒有 所以都是開支 反過來 如果開支跟稅有關係 這件事就查出問題 到底你所說的 所謂科研開支 BDC 叫科研開支 會計上要有準則 如果你的會計準則有改 你沒有改 這個問題 我不知會計的 審計那件事 因為會計 你怎麼改 會計那些沒有賺 沒有蝕 做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以前別人的會計 現在不是 有扣稅 認真很多 因為 探稅的措施 我印象中 都是不必要改 遲時機構扣稅都沒有人 公司扣稅 就認真是第一次 當然應該是開始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樣做法 未必達到自身表 因為現在 即是要說 現在香港科研開支 佔整個GDP 是8幾% 你要扣到 扣稅是1.5% 3-8% 你不會很難扣稅 扣稅 扣稅 因為這樣 立即花費 所以 問題始終是政府 你不投資下去 政府自己投資才是最重要的 即政府不大 是沒有了 新加坡那邊 例如說 扣稅一樣 他說 他自己等於 把50億放進市場裡 你把50億放進市場裡 你未必刺益到市場 因為你沒有產業政策 他進去就沒有了 他在說這件事 那他自己說 他自己要出進者 那你怎麼看呢 科技莫麗光都說過這件事 你沒有產業政策 即是類似阿卓誠說的 同一道理 你沒有一個 引導性的發展方向 你沒有產業政策 甚至有些政府都不支援 畏譽說 你政府部門 是否優先用本地的科研成果 這也沒有效益 如果你不製造市場 那些不同的市場存在 你說減稅 說扣稅 其實是沒有作用 結束 你只不過給了幾個人 你考慮明目 所以簡單一點 例如說 我將財務總監 那條掃掛在哪裏呢 我將財務總監 名字改為科研總監 我問科研總監 那傢伙出的那個量 我可以救你科研成本 所以就越玩越多 這些文字遊戲 那問題 你不是真的解決問題 在助長的那個文字遊戲 會計界會不會不出聲 20億那個創投基金 但其實是另一個大些的 大學給錢 他是在裝作創科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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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清楚了 我整個司機報告 他有QK的 這個位置很簡單 我可以說 你直接撥外匯基金來投資 外匯基金 三萬多億 我看過三萬多億 更是六十多億 是六千多億 六千多億 六千多億是沒有著 沒有資源用途 沒有資源用途 那六千多億 資源用途 只要撥三分之一 有三個用途 第一就是設定一個主權基金 就是我們做主權基金 不是大馬城那種投資 而是要引其他投資回來香港 引其他公司回來香港投資 即用過筆錢 我進了董事會 你要聽我說 第二就是一種能源投資 能源開發 再薪水的開發 資源、千元資源的開支 用五百億去投資公司回來香港投資 應該有很多這些所謂公共性的東西 不過我算是政府大頭 不知道是否正常 第三樣東西 我覺得這張撥二三百出來 是建創創創基金的 創創創基金 所以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其實開頭的起動資金 不需要那麼大的 但問題就是 要一個很強的投資者入企股 去令到那件事 是有確保性的 問題是現在假裝創創創創局 那些人又不見了吧 問題就是 如果當作一個投資 政府是要當作自己一個投資者 和幫助人物 和企業一起合作 因為你某程度 香港政府入估 去給其他人看 就是更加有信心 就算我覺得政府輸了 就是一個投資者 我都是當作他可能用一千萬美金 就是七千八百港幣 我當作一個他參與項目 但問題就是 你這千萬人輸了 沒什麼所謂 你反正高鐵也不用說話 或者另一個更有趣的比意 就是家和才有提及 鳳樂小姐提及過這些東西 就是等於以前 每個區議會給一億 其實你現在等於每個項目給一億 都是不差很遠的問題 你這些人的成績 要怎麼用的 還有就算你說 我覺得輸了 有什麼所謂 因為你最尾其實說 100間有一間可以的 那間贏的錢 都可以遮蓋你其他 那間贏的錢 創生就要沒有樣貼 所以你用舊式的思維 他沒有做這種事 他讓他行動 一共兩值 100間 你幫了那間Facebook 其他99間都輸了 沒問題 都贏有特 其中一件事 其實很過癮的冷碗熱 其實之前反映過類似的事情 你沒有政策 他就沒有意思 我不是只說你給錢 很簡單 例如說 香港政府試過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以前就是拼命推你 什麼環保再造紙 就算如此 叫做不要浪費 然後你說這些所謂環保產品 叫政府自己買回來的時候 他就有道理不買了 原因就是 我一定是要跟國際標準 招標哪個便宜 正我才可以買 我不能夠 因為你是香港的科技加工產品 環保值 我哪有才買 他講得出這個說話 根本就是前一句後語 他根本不會有一個思維去支援 支持你本地的創新工業 還波其中一件事 所以如果張什麒華 就是同樣道理 你要推動香港 創新科技諸如此類 你就不要 這些所謂環保存 你會不會優先採用 在這個採購過程中 是以本地的立憑法 其實政府不是不行的 問題是他會不會立一個政策 就是說要優先使用 本港的創新科技產品 他不說這件事 你冒下它了 很多年前 幾年前都講過同樣的故事 其實我們書有寫這件事 其實香港人做電動車 並不落口於人 香港出產的電動車 是很多年前 現在歐盟可以認證 英國政府也有用 唯一一個地方不有用 就是香港政府 明白嗎 而那個電動車 是經由理工大學化產生的 是私人投資 香港本地科研 還有香港科研機構的工業成品 是有市場 但是香港人不喜歡用 他說 又是一句 行工量成 工程照標 總之你這個 沒有某些牌子 就不用了 所以我覺得最幫忙的地方 其中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看電影發展基金 電影發展基金 就是一個最白癡的東西 電影發展基金 行工量成 就是審慄出一個報告的 說你的電影也沒有人看的 但問題就是 藝術價值不是本身那樣東西嗎 就算人家拍攝影片也好 有國際是否不應該給錢 他拍了很多東西 但你比韓國做得好 成功 韓國也有電影金 但問題就是 你政府要有配合的 問題就是 你韓影片 帶動到潮流 其中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他帶動到旅遊業 香港的電影業 你和旅遊業是脫勾的 哈哈哈哈 他根本不是在拍攝香港的電影 香港的電影發展基金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 即是你行工量成 首先這件事真是很為無力 你要做的 你要審計處理 你想提高效益 那你應該是要想 它對本地的經濟產業 對整個香港人公共 但它的行工量成 它的標準 不是在全香港為基準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在跳房 那跳房當然沒有東西好看的 那問題是 韓國也叫做界外效應 它通過電影 推動了韓國文化潮流 跟著韓國文化產業 全球大勝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政府銷錢 幫你韓國電影 而韓國怎麼幫韓國做宣傳 我不說一下這些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香港其實最討厭的 你講完東西 你看看 就是我剛剛說出來 我沒有資格看外面的數目 就是沒有資格去看 這些東西可以插床中港 但是林鄭其實可以做得到 林志光在那裡 在香港的外匯儲費 三萬九億來講 只是五個百分比 我會說 至五個百分比 我覺得香港很不一樣 整個香港很不一樣 難的 先前梁正經的說過 讓你回到九彩 怕不怕 沒錯 他做什麼不行 大家不會相信他的 沒錯 因為 大哥 你會不會把三萬九億 又起零一條高鐵 不是 不是起零一條 不是起零一條 不是起零一條高鐵 是要學大陸社務基金 全面糾市 三萬九億丟下去 那你講那個糾市 是假的搞笑 不是讓他回到自己一袋 所以到時 他梁正經搞全球基金 為什麼大家反對 因為大家機率拿出錢 他一定 拿回A股 A股 救國 金融救國 真是救一國 救一國保自己 所以為什麼 有一個矛盾 林鄭這次講不開空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就算政府錢做這件事 我覺得在今時今日做 他只是講過一萬億 他沒有提過三萬九 他不是提 他提了兩條數 就當一萬億才算 他有沒有想過 三萬九一萬億是政府 那些錢 那些錢來的 那些全部都是要隨時流資的 但施政報告真的沒有提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其實也有提到 在軟融產業 你現在有什麼金融領導委員會 他有提到 其實他有提到 大家開始想一想 是不是要拿著我一萬億 自己都不會用 其實他有提到這件事 他有提到這件事 因為你說金融領導委員會 即是任志剛在裡面那個 因為金融發展都沒有找到他 其實金融發展應該就交空了 金融發展的原本就不存在 雖然市民在裡面 但是金融發展其實某時候已經交空了 金融發展現在變成一個 政策人員的機構 即是出去水會 因為你沒有了 推主權基金的公共運 主權基金或一個一萬億怎麼用 是不再關於金融發展的人 一不再跟梁振媽 因為你說 老實說你推二千五億出來 總好過這樣 即是你 起碼大家知道 起碼第一件事 不是梁振英那個班底去管這筆錢 又不是梁振英管這筆錢 是的 方法沒有資格 但是洗去哪裡 真的沒有想過 沒有提過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想 真的要主動 好像你說 或者就直接不如整個香港金融 香港科技投資公司好過 是的 就這樣簡單 其實我覺得是做得倒閉 用這個科技投資公司 這個東西 我覺得自保 兼且是可以真的幫到整個經濟發展 即是你起碼幫到香港人 他那間公司 他現在是月資金 你政府某程度 你投資下去 你不單是投資的 你還在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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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中小企擔保 都做不太大 但問題就是 中小企擔保 那樣東西 政府的角色 可以進去做多大 因為事實上 中小企擔保 擔保的數字 都不是很大 但問題就是 你剛好起一部沙嵩 他的擔保是很大的 他起碼 你不會拿了些錢走 起碼好像經過政府 有關的體驗 你這樣就不用了 所以 不是玩中籌 是要搭飛機 所以就有信心 還有 如果你數碼學科 科學 你政府就投資這些企業 對於企業很重要 你的操作協 不需要 不需要 現在 起碼人家 扮下去 就是創副局局長 有沒有見過 有沒有見過 創副局局長的問題 就是他連這些都不想 好像很懶 哈哈哈哈 你做過什麼 我覺得要拆財鬆綁 整個節 不是很深 不要擔心 擔心錢 又不放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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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說的 就是 應該是政府 在出眾經濟發展 他說 錢將來收得回 投資 收得回 他就說 政府做一個 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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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比萬能拆疏 對 他都說是可以用不錢 他應該是想說要扶植產業 他有這個意思 這件事的而且跟以前很不同 因為以前英國老一招 就說他不會自家 放任 放任市場主導 後來你說老董也好 梁天忌 你信他不過 他要帶動 帶動這條高鐵進來 還有地產業 我發現跟這個 角頭轉運一樣 他真是不信者有 不信則無 如果真的要用這個 所謂政府儲備 去帶投一些 促進科技產業 或者本地創新產業的東西 不是不行的 但是 歡迎 踴躍發言 我不知道你的意見 會不會有DQ 歡迎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去做這些 一定做得到 但他一定會做 你不做 你不肯做什麼事 沒有人會 第一 不是 我是異見分子 思考不壞 思考不壞 昨晚我不會自戰 你想別人去 主動去生戶草農 他找我 大哥 沒理由 我都要自戰 不是 你還未補選 你 我都要說他 他找你 他都是有料 除非他說 你有你 不要參加補選 不是 不錯 例如 張宋賢進了政府 政治不做你 於是 他不參加補選 有些可能性 沒有 立即給食物 那個 心底裡 我看了36個字 衝一爆 給蘇B 為我吵 如果給蘇B 為我吵 就立即 沒有 但意見 你會不會照相 意見 很多人都會說 今個星期五 都說了 那邊專題都寫這件事 請猜 他看不看 其他地方 你有沒有寫文章 有 但問題就是這些 只是財經的東西寫 沒有所謂的 你貼街招 你貼街招 或是哪個拳截中環港 沒有所謂的 老實說 我都沒有想過 只不過問題就是 去到最後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推動到 應該就是 起碼有一個 大家信得過的方案 拿出來給大家去看 你說梁振英那一套 當然我當然不相信 問題就是 叫做改潮 還沒換袋 還不及前來走 例如創科局長 可以不理他 因為沒錢 問題是其他創科概念 包括了 是否會動用政府公開的投資 例如說 創科公司 去再扶植 或者再投資 其他創科項目去見 這個不是沒得想的 沒問題 應該是 所以我覺得是 你這些東西 本身 你自己都要政府裏面穩揚 你知道外戶基金的儲備 都是以前沒試過的 又怎樣都要 是要純保留意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樣 其實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樣行動 會動用外戶基金的 你試點嗎 可能是外戶基金 拆一些主動指名外戶出來的 那個模式好很多 那個模式可以繼續進入管理 只不過是拆了一筆錢出來 就是它有幾個資金 賣債券 賣債券 只不過拆多了幾樣東西出來 我覺得又不能拆 所以 以試點來計的話 這些不捨不然很大 可以試的 是不是 放棄 做不好 可以止虧的 對不對 對 所以變成這樣 其實我經常講 看《施政報》 那些是大題目 大家吵了幾個水 五十歲的東西 反過來看政策後 是不是真的有事情要想 如果 你當是大和 當然 應該好 給你給意見 你會怎樣給 有些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很喜歡玩杯葛 不說話 沒所謂 你自己全部 都沒有所謂 言論自由 除了你 問題是林鄭沒有做事 所以有些所謂細細細眼的 我們是比較多的 但可能冷門大家沒有留意 但冷門都沒有留意 沒有時間靜 我想問一下 你中大隔離發生的事情 你覺得林鄭是不是 用一個跟梁振英不同的方法 擺平了這個 我想擺平不擺平的 兩人玩 二人玩 涼了就不快 哈哈哈 即是用涼 玩到涼 當然是 我沒玩過 那日常常都 電線交叉 中大學生會自己擦 那個獨立的 學生會擦到招香 這個公示 我都覺得 事情一直都強調 我們解決最好 不要強賊 不要說誰是誰 不要說大家不想 大家有沒有位置走 應該是說過兩個星期 大家又會起步玩第二 就是民主場這件事 你這件事會這麼多 會不會反過來 會不會反過來第二個方向發展 這個才重要 其他會不會更深層次 我們不敢說 第二是那個契機 就看看施政報告 有沒有東西值得在這裏講 例如言論自由 例如學校的學出自由 那些東西 我們繼續談 我現在看施政報告 那些交測也有很多 門面上交測也有很多 暗測滲出來的東西 就像家和說 那個真是暗減了 我現在的表態也不是很差 我只有一個很長遠 很構思演 我只有這件事 因為本身電視雕彈那麼久 大家可以處理好 這件事實上 事實上 事實上 不需要去到這麼高層次 我覺得大家都想聽著 因為這個作風 多難得這麼靜 所以我就問回 學生運動那邊 你其實是否覺得 林鄭其實是用第二種手法 而和梁振英相差很遠 你們會不會分析到這個前面的局勢 而會有下一步去想怎樣 他擺明了 我就是沒有梁振英 不會去找東西 他的感覺就是 不會聊天 他的感覺就是低調處理了 我覺得是 會不會令他們沒有一個力 因為梁振英站在這裡就很好打 你總之 沒有什麼力 五時三刻就要連你出來吵架 然後大家自有個位置去打 但現在林鄭好像… 林鄭好像… 林鄭好像不夠大 林鄭好像已經看得到小 我覺得他們都是一業順處理 他們是積極拉落近的 你也提到的 表面是和風細雨 但實際上裡面張力極大 張力極大是針對於你那些 不要說KOL 社會上面有機會有影響力的社會 他們會拉 他們怎樣都會拉 你有沒有技巧的問題 現在的政策也是這樣 就是團結社會大多數 但他們會這樣想 算不算反應到大和解 算不算大和解 統戰都大和解 統戰都大和解 林鄭事業的人都會這樣 這樣也不是大和解 即是他們那種大和解 大和解當然要令人 即是大和解當然要令人 即是要成小數 這樣就有不關理 可以社會問題 可以是人 可以是某一個群組 所以我剛才說 似乎我感覺到那種徐 就是他準備去拉攏一些短身 可能和年青人社會 有機會結練的行為 然後其實你之後是孤立武器 即是我的小小 我覺得現在是分而自知 分而自知 我也覺得朱鎔也知道 但是梁振英是很差的 他不是的 梁振英是年紀的 他黨員 梁振英是重擊 即是要從事 要總之各種事都是眼 林鄭這些官僚 那種是鬥爭文化 我覺得林鄭做的 官僚那位是有點走的 即是怎樣也要跟規矩 即是梁振英這幾年 是沒有跟規矩的人 是的 這個 這個是不同的 但是問題是 那個規矩沒有說不變得的 是不同的 在不同的地方 政府是 朝代都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最低 其實是某程度來看 究竟他要變成什麼樣 你去想 現在這幾個月都 說不到給大家看究竟他變成怎樣 你說現在是威權政治 某程度 本身的政治制度已經沒有威權 我覺得不會是因為十三加三 或者是不會因為幾年接DQ事件 所以突然間香港還沒有威權 因為中國一直都威權政府 香港的政府怎麼會不威權呢 殖民地政府從來都威權的 看不到太多 對 問題就是 食商的問題 香港政府的本質本身就是威權政治 同樣都是強姦理 但是找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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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所以我覺得有些很無懷 現在又說威權政治 所以現在仍然對著幹 一定仍然對著幹 很多無謂 但是你看到林鄭出手 沒有對著幹 因為她是法國綿長 現在根本沒有對著幹 看到今天民主派在這件事上面 在整個司令報告上都不太有 沒有地方聚焦 沒有地方長領 而且每一個群體都好像有少少少好處 所以 你看到林鄭的管治手勢 她是看門道 她是用了殖民地 看上去 就是用了殖民地政府那一套 分而自知 化了個綿長 和風心 例如 裡面會拉攏一些重要的社會組織力量 很明顯的 以前一個人都是這樣 間接管治 明清的港獨派 視乎她認為誰是敵人 問題是她是拉攏了你所謂精英過來的 我沒有這麼容易被拉攏的 她不當你是精英 她不當你是精英 問題是英國裏政治的殖民地手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似乎她的手勢 是回復九七前英國那一套 你沒有地方再爭論 要思考前路 我的意思是 鎮英國不連一次形勢大好 以反對派來當然是形勢大好 很容易做 很容易做 問題就是那一句 林鄭的時候很難做 用舊資訊就很難做 要有新思維 因為你沒有新思維 你們都要有新思維 因為你沒有新思維 因為你沒有新思維 你補選過 所以當然是裁定政策 裁定政治是裁定政策 林鄭就裁定政策 主大政策 但老實說 現在他真的說 一定要去打政治派 很多政治事件 是沒有裁定政策 但問題就是 包括人們真是陰於記憶 一來 第二也是反對派 先天弱點 這不是第一次說的 反對派的先天弱點 就是在於政策的論述暴取平 所以被人經常有一個印象 就是他們經常搞政治的 當然你看了 尤其是選舉 其實不只是說政治 不是說沒有能力做政策論述的 反過來面對林鄭這樣的 舊直人士手勢的時候 所謂非建制派 或者所謂在野 反對派 你們會不會調整 以政策論述把頭震 政策一定是做的 要做就不行 而且一定要做場 如果不做場就不行了 也有另一件事 如果你用回構成他們 我知道的話 社會活動的重點 或者包裝 或者定位 就很奇怪了 就是爭取行政吸納 即使政策別改變 行政吸納本身是好事 更穩定是貴重的事情 就算做政治 即使那次教政改 大家都爭取行政吸納 我覺得行政吸納是什麽事 不肯賣鬥爭 所以我覺得 你自己判斷 你吸納了兩個人 就是吸納吧 即是打電話給你 他講了一個例子 我不是說他吸納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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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 至少跟你談兩句 是吧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事都做得到 所以記住 我們經常說 有些人看門路 就是看熱鬧 內口看門路 就是如果林鄭和大小看 用回舊植民地那一套 他會不會都會考慮 用回舊植民地那一套 就是行政吸納先 行政吸納 有時候張世倫說 未必是你的人 但起碼你作為反對的異議聲 他會不會肯聽 問題就是 反對運動是有些互動的 反對運動本身 有怎麽樣可以維持它的momentum 在於反對運動是否爭取成果 那成果其實就要看究竟政府是否吸納 因為你不談過 只是要做行動 推回去 但問題就是 現在做行動無力的時候 你就懷疑 你所有政策都會等於被吸納 我就不想 行動是否有無力 你是不是都會有政策 出去給人聽 所以那個問題 如果票王怎麼來呢 那個問題就是在於 你任何反對運動 都要有被吸納 即是有意見被吸納的過程 視乎政府那邊如何吸納 或是會否吸納 我發現到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線 我都在想著觀察 親疏有幾條線畫在哪裏 團隊 如果他是執政團隊 政治任命 擺明自己有力 很清楚了 你不看他之前任命了那些 很清楚了 擺在前台的肯定就是 政策了 第二 我想他會不會放了某些位置出來 就是他講明你信不信 現在中央政策組 有不同政治幹部 你進去做也行 自進去的那些資訊委員會 他似乎這方面 他就不一定要全部是 叫做親所有別的 不是一件事 三十個位放過 你算不算親所有別 反明是 問了都不是不吸納 港英的時代 或是港英的殖民時代 反對運動的小數 希望他製造的形勢 給你表面上 給你聽聽聽聽是小數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有些派餅仔各個食派 有來政策上吸納大家的意見 會不會是水位啊 黑門啊 你吸納吧 不吸納吧 不會啊 等人叫你 他已經說了他 他心裡想的 但是我們就聽到 見了一點 聞不到 民間就有很多 以前的所謂的反對派 經常動員 和宣傳自己 拜大聲 希望被吸納 被吸納呢 入政府當然是被吸納了 即是說你入政府 不算被吸納了 不算可算 但多一點 你入政府的 你做政府官員 做政策 入到去中察組 那當然被人吸納了 大哥 你身為不吸納 對吧 身為不吸納 但問題就是 這個位置已經設定了 你吸納了政府 最後一股都吸納不了 你吸納毛子哥 大哥 我自己人來 笑大人口 即是重蠻再用 沒有 其他位置就是 中察組 三十個位置 你扔五個位置出來 不就當黃一號代 說我吸納到一些人 有些人是搞港獨的 那他們說 港獨吸納到 那就行了 問題那些真的是花瓶 真的在政策上吸納 那些人 我就想到 那條線就劃在 政策上 會吸納 政治任命 真的叫做團隊 一定是自己有 但外圍 中察組 是不是真的外圍 現在這樣 名字 他似乎 他似乎 他似乎是 他不介意 所以我覺得 政策上 他做了多些 吸納人家意願 人家的快樂運動 因為有力行下去 有成果 起碼恢復以前 舊英殖民年代 那個梁性互動 因為梁性互動 是大家生存的規矩 如果有一邊 寫一邊頸 互動不了 我覺得那個責任 不罪民間 先前那個氣氛 都是鬥爭鬥出來的 不是說 這班人 鬥爭反彈 所以時間有限 一來 我未必 今晚時間 肯定不夠 再約他們 那天晚上 或者特地約你寫稿 給我一點點材料 大家不要只看著 那些細微細眼 博士欠了幾百元 夠不夠分牌 這個意見很大 反過來 施政報告是第一份 看施政方針手勢 我們看到的事情 就看外行的事情 有些是跟前朝不同 如果恢復以前港英年代 那套希望吸引 是會有兩朝不同 這個算不算大和解呢 值得相關一下 市市大家拋磚 是不是真的有互動 這個值得試 另一件事 就是市的方向都是 例如說 張什麗 你真的要帶動你的創科 真的要帶動你的產業改變 麻煩你訂一點點 拋磚去走先 少許零口的愛媒基金 你都值得可以試 但是和前朝很不同的氣氛 起碼大家不會不相信你 這是很重要的契機 當大家給你信心的時候 你敢不敢做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日嘉和令和令和令 冷管大約很深層次的矛盾 公司亦依然失敗 是否朝著這個權力把握架來做事 我看到有亂談 是不是 他說 他說 委任了 郭議員今次的局長 就是本身是一個打教授 陳教授 教授出身 其實那個系統和原來那個都已經有 我猜裏面的人都已經感覺到那一陣子 所以如果你是要改變 那些思維的話 這裡是有面頭 所以記住真的不要看熱鬧 幸好我們在看少許內行的事情 還有真的 今天的資政報告 就真的跟之前那樣好 那些不同樣的 而有沒有再嘴角呢 我想日落後會分解 今晚時尚站 大家先看看 但是其他的事情 我們稍後會從稿也好 嘉賓的意見也好 我們盡量會追蹤 我們下一個人的報告 我們下一個人的報告 拜拜